我画了一个赚钱的模型 给20多岁和40多岁的男人看的 应用粉丝要求 我的粉丝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男人 说的不一定对 都是个人感悟 仅供参考 下面正式开始 先说第一部分 时间 每天24小时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一个月挣5000块钱的人 早上9点工作 晚上6点休息 一个月挣1万的人 每天都是24小时 工作时间也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得出第一条结论 相同的工作时间 收入区别是可以很大的 所以有的人为了赚更多的钱 想24小时的不休息 一直在工作 收入可能会增加一点 但是不会出这个大圈 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会对身体造成 一个人也是早上9点工作 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第一条结论就是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想必各位都看懂这张图了吧 如何跨越不同的轨道呢 谁都想跨越到更外圈 一天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 挣更多的钱 谁都想这么做 但是我总结和三点是有关系的 一个是你的资源 这个资源包括什么呢 你的项目才华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东西 你的爹是谁 你有多少人脉 人脉硬不硬 还有你擅长的 你的特长 你的性格等等 这都属于你的资源 第二呢 是跟时代是有关系的 时代是在变化的 你拥有很好的资源 而且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如果没有运气也是不行的 想要跨越不同的轨道 你的资源 时运 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啊 我刚上班的时候是2001年 从事的是IT的工作 那时候IT在国内刚刚兴起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挣1500 三个月转正之后挣2000 后来我才知道2006年 北京的最低职工工资标准 是新上调的 上调了60块钱 每个月640块钱 这个差别可是很大的 对于我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 在2001年一个月能挣到2000块钱 这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是那个时代的红利期 我那时候所做的工作 现在早就没有了 我之前汇的那些东西 在现在早就一文不值了 都没人要了 所以说你所在的轨道 是和你的资源以及时运是有关系的 那最后说一下怎么办 我给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躺平不动是不对的 但是也不能超负荷动 对身体不好 抱怨也没有用 摊比也没有用 重要的是接受现实 另外还有一个不要总是低头干活 还要抬头看看天 看看行业 看看时代的变化 以上内容就是我主要想分享给大家的 看上去可能有点空有点虚 都是我活了40岁的 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感悟 有些不对的地方 欢迎执政仅供参考